记者吴孟婷,综合报道南韩女星宋慧桥和宋仲基因拍摄太阳的后裔定情,2017年底完婚,不过最近却突被大陆微博传婚变,还被拍到女方真的没戴住戒指,传得太夸张已让韩方经纪公司不得不作出回应,代表宋慧桥也知情,而她得知消息后也首度露脸了。 工作人员更新宋慧桥近况 图,翻射子音色特梗,乔芬宋慧桥近23日在工作人员的IG上曝光,她被6名工作人员包围住一起合照,虽然照片是黑白的,但明显看到她用一只手脱腮,对住镜头微笑,另外一张更笑到露出牙齿,还有一张则是两手捧住脸,露出灿烂笑容,丝毫没有被昏辩说影响。 宋慧桥即使知道离婚谣言,心情不受影响露齿笑开了。 图,翻射子音色特梗,乔芬宋宋夫妻12日遭大陆微博网友传出婚变消息,直指宋慧桥音色特梗删了很多照片,男方出轨女方的造型师,此时还仅限于网络谣言,韩国完全没任何报道。 直到20日宋慧桥出国时,被媒体捕捉到的机场画面中真的没戴住戒指,因其网络疯狂讨论,此时,宋宋夫妻公司才发出声明,否认谣言,但好在宋慧桥看来心情没受影响,开心和工作人员合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